大S离婚三个月后 和二十多年没见过面的旧爱闪婚 她的新婚老公俱俊叶 戴着绿帽子 穿着绿外套 为爱空降桃园机场 目前正在台北的酒店隔离 期盼着和她团圆度蜜月 大S的亲妈 对这位从天而降的韩国女婿 愚怒未消 意有所指的发文呛声 阿呸,不要来抢我的女儿、儿子 我啄死你 吃瓜群众们则在忙着围观 这部又有网友在考古时 翻出了一段二十多年前 见证了大S和居俊叶 分手事件的古早视频 当年,23岁的大S 是娱乐百分百的主持人 因为工作和窟窿组合的 居俊叶相识、相恋 但在交往一年后 被拍照曝光 大S对于这段感情不置可否 居俊叶则是连连否认 居俊叶甚至在绯闻曝光后 推掉了娱乐百分百 提前一个月已经约好的通告 狠心令恋情见光死 外界则对大S被甩 议论纷纷 令他非常难堪 更尴尬的是 大S还必须在节目中 亲自播报自己被放鸽子的新闻 对此 小S气得在节目里痛骂 居俊叶及其经纪人 惹得原本就满腹委屈的大S 直接哭成了泪人 节目一开始 小S就向观众道歉 曾预告过很多次的 酷龙通告被取消了 小S说 早上起床后 看到报纸上刊载 酷龙、居俊叶 大S恋情跳电的消息 姐妹俩非常错愕 第一时间询问了制作单位 得知酷龙临时推掉了通告 让我们所有工作人员 都感到非常无奈 小S说 因为太生气了 她怕自己播这条新闻时 会失去理智 所以专门在录制前写了纸条 要照着念才不会说错话 酷龙的经纪人 临时放百分百鸽子 原因是 他们通告太满 抽不出时间 可是他们其他的节目都会上 就独独推掉我们 对于酷龙临阵脱逃的做法 小S表示无法理解 本来我们也称得上是好朋友 他们来上我们的节目 气氛和效果都还不错 酷龙也可以顺便澄清一下 大S和他的绯闻 现在他不上节目 躲避这一切 反而让人觉得 你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 小S越说越气 最后干脆破口大骂 为大S抱不平 我姐才是最倒霉的 她现在还要忍受酷龙的歌迷 一天到晚传真件来指责她 真正可怜的是她 小S透露 平时酷龙都在韩国 台湾媒体只能跑来找大S和她追新闻 姐妹俩早就疲于应付 怕说多了会害酷龙在台湾不红 影响他们的销量 好不容易等来酷龙本尊来台 可以亲自回应媒体了 对方却躲起来摆高姿态 什么事都不敢讲 那大S算什么 说到气氛处 小S放话 称要跟酷龙绝交 小S 我觉得我们连朋友都不要做下去了 堂堂男子汉 有话不敢讲清楚 害得我姐这个小女子 要承担这一切 小S在节目中失控怒怼 不管是经纪人的错 还是酷龙本身不敢把话讲清楚 以后干脆连朋友都不要做 如果要搞成这样的话 她还当场要求节目组工作人员评评里 大S可不可怜 大S则在旁边哭得梨花待雨 不停示泪 摄像机背后的百分百工作人员们 都一口同声说可怜 还忙不迭地地地上纸巾 给大S擦眼泪 小S表示 其实大S一直以来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粉丝把错都怪到我们俩头上 如果酷龙在台湾销售成绩不好 就是因为大S说了太多的有的没的 所以你看我姐有多可怜 小S说 作为节目主持人 本不该利用节目说这些 不能把私人情绪带上节目 但身为大S的妹妹 有人这样欺负自己的姐姐 她实在看不下去 可是我们姐妹情深 这样子让外人来欺负她 让她忍受了这么久的委屈 她们还不敢出面澄清 还是要我姐一个人来承担 酷龙的经纪人 我讨厌你 我讨厌你 我不想看到你 谁欺负我姐 我就跟她算账 说到气愤处 她还无脸大呼 妈 你快来救救我们吧 大S虽然在一旁哭不停 但还是谨慎地表示 不想对这件事发表任何意见 就像我从头到尾 也没有跟记者接受任何采访 我刚才是被风沙吹进眼睛里 其实录制节目前 王伟中曾再三叮嘱小S 不要把事情搞僵 让他冷静一下 千万不要发火 结果一上节目 小S就忘了 完全放飞自我 不过骂归骂 随后大小S还是播报了一则 居俊业回应此事的新闻 对于推掉娱乐百分百的通告 居俊业采用的是跟经纪人一样的话术 此次的通告真的很满 但居俊业又专门补充道 推通告我们也是事后才知道 完全是经纪人的意思 这样的说法显然无法令大小S及节目组满意 制作人朱志杰还特地录了一段视频表达不满 一个月以前就敲好的通告 现在说时间太满 是有一点牵强了 我不相信这一个月他都不知道来台的行程安排 由此可见 二十多年前大S和居俊业被迫因韩国经纪公司 敬爱令分手 还是南方主动提的 令大S受到了不小的伤害 不仅难过到在直播的节目中失控落泪 就连妹妹小S都跟着义愤填膺 放话说连朋友都不要做了 但没想到的是 当年闹得这么僵 分得这么难看 时过境迁 大S居然又被几个电话打动 被光头男哄得吃下了回头草 对此本届网友们纷纷表示 现在好想看小S采访他的姐姐和新姐夫 所以大S看上光头啥了 这人这么怂 还有不少人对居俊业的人品提出了质疑 有名的时候和你撇清关系 落魄时恨不得贴你身上 这种人能要吗 很不喜欢男艺人一被发现谈恋爱 未保事业就不承认 让女方承受谩骂 男的对他根本不上心 说抛弃就抛弃 当年掉进坑里摔得遍体鳞伤 二十多年后 离婚才三个月 又急匆匆跳进同一个坑 大S的这一次闪婚 实在令人无法理解 有钱有盐还有娃的他 到底涂啥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经纪人报 大S与俊俊业结婚计划 并再度否认退圈传闻 据台媒报道 俊俊业终于抵达中国台湾 并入住距离大S家 仅仅只有两公里远的隔离酒店 大S在他到达酒店后 还派人为媒体送茶 可见对老公照顾有加 大S妈对于俊俊业的到来 却很满意 受访时再度放出狠话 如果大S不道歉的话 他就拒绝与俊俊业见面 看得出来 这一次大S的突然闪婚 的确让S妈很难接受 对于妈妈的喊话 大S至今没有回应 不过小S对新姐夫的态度还不错 他不仅在姐夫到来当日 表示会很期待与他见面 还透露了已经在计划 安排见面流程 小S对于妈妈和姐姐的冷战 也无奈回应称 算了啦 妈妈总是又爱又担心 大S也在受访中指 如今俊俊业已经成为合法夫妻 先爱了再说其他的 可能是由于大S在表达的时候 没有说清楚 台媒报道的时候称 他再婚原本不想发声明 因为他觉得自己已经退出演艺圈 为何还要发声明 于是 大S退出娱乐圈的消息 便开始疯传 对此 大S的经纪人 在3月10日两度否认 而在经纪人否认大S退圈之前 S妈在社交软件连续发布两条动态 炮轰心女婿抢走女儿 对此台媒也询问了她 经纪人表示 两人再怎么吵都是母女 让母女俩私下来处理 而大S对妈妈的态度是否有服软 他透露 大S有自己与母亲沟通的方式 同时经纪人还证实了 大S与俊俊业在中国台湾登记结婚的计划 不过 登记的确切日期还需要与家人讨论 经纪人也再度否认 大S全面推出演艺圈 称目前还有工作在运作 并且也接到很多戏剧邀约 只不过近期事情多 没有告知给大S 现在需要让她先处理好家事 看来大S是不可能推出娱乐圈的 应该台媒对她的说辞理解错误 所以在报道时才没有写清楚 引发了大S退圈的猜测 可见大S婚后 应该还是会坚持工作的 不过会否带着新老公 一起合体上节目就不清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